民众党立院党团主任陈志涵说 新竹马街儿童医院的容积率 从250%增加到450% 比金华城的比例高 那新竹市议员李国璋 告发了一年没有人查 好 新竹地检署今天就说 经过检察官的调查 查无具体违法已经结案 并且也发函告知了检举人 好 看到呢 柯文哲现在呢 深陷了金华城容积率弊案 跟政治现金案 好 民众党今天就开记者会 批评说台北地检署 跟联阵署一出手 柯文哲就遭逮捕 遭积压 反观呢 争议不断的 包括超私进口鸡蛋的 采购弊案啊 土力蛋伤这么的明显 北检已经接获六件告发案 如今都快满一年了 迟迟没有约谈相关的人道案 质疑是不是选择性办案 司法碰到政治会转弯 北检在办 柯文哲是粗暴飙数 超数飙数 可是呢 已经让了一年多 很多人检举的超私的土力 现在是闻轰不动的 今天我们要提出三个很重要的诉求 第一个 8月30号 监察院纠正了农业部 中央续产会 而且把农业部 中央续产会 把超私送到 寒送到北检去调查 北检开始调查了吗 还是整个北检现在都在忙柯文哲 所有的弊案 包括超私案 包括高端 全部都没有在动吗 这是我们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 超私的进口鸡蛋 去年闹得沸沸扬扬 全民都要求要有真相 那时候至少有六个案子 是民众跟立法院跟立委 到了北检去告发 请问一年多 北检办到哪里了 北检办到哪里了 我们非常期待 你要开完记者会之后 北检跟我们讲 监察院寒送的 你办了吗 第二个 一年多 你的进度到哪里 第三个 我们的疑问是 为什么现在整个北检 全部都是柯文哲的消息 每年放了那么多话 那么粗暴 那么标述 那其他的案子 进度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为什么会有肉差这么大 这是显得性的办案 是政治性的办案 是怎么样 司法碰到政治会转弯吗 碰到柯文哲 快办 严办 甚至是粗暴的 可是全民那么关心的案子 为什么都是牛不化 甚至是文轰不动的 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X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纨志 白金 如果你忘记了 我替你揭露 你 你 你 这 你 你 李 你 连学会 我 那么